请观赏台式剧场 人间抒情系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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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了这个仪式 经过这个仪式以后 我突然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也许是婚姻症候群的反应吧 对罪熟悉的 好像变得有点陌生 对罪肯定的 也有点心虚了 对罪熟悉的 这个太紧了 不舒服 紧一点好啊 松了容易掉吗 松一点对皮肤比较好 那下去 这点谢谢 谢谢 喜欢松不喜欢紧 她是不是在暗示我 结婚以后不能管她管得太紧 对啊 爱了你老公 就是因为管得不及 让她太自由了 结婚啊 还不到两年 就出了问题 有那么累吗 好 刚结完婚 就没话说了是不是啊 从前在一起 为什么有说不完的话呢 大江 我看你今天喝了很多嘛 是嗎 我覺得還好 我看那些朋友 是純心想把你灌醉的 結婚嗎 真是勞民又喪財 肉血 好 我想換進一座 好 別忘了要把西裝掛好 順便洗個臉清新久了 習慣了 你在哪裡洗的 洗了就洗 我來換 好 結婚 真的讓她不必再偽裝了嗎 她本來一直很愛乾淨 很注意形象的 好 你到底要洗多久嗎 今天要不要陪我去試禮服啊 我告訴你啊 你表哥裝得聽不見啊 每天都說加班加班 你總得抽點時間 去辦辦自己的事啊 你到底要不要結婚嗎 你去旅行嗎 你去旅行嗎 我去旅行嗎 你去旅行嗎 你都這個不會 你自己的主意 一次機會 你要是不珍惜的話 那我們就待在家裡 什麼地方不要去好了 不結婚也可以啦 我又不是嫁不出去 我非嫁給你不可啊 我們取消婚約好了 開什麼玩笑 帖子都發出去了 你讓鬧笑話給大家看 喂 等一下啊 找你的 好 喂,哪位 靜怡啊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不請你來喝喜酒的 一定是我漏掉了 那我再補給一張給你好嗎 你已經知道時間地點了 好,好 我當然歡迎你來了 對不起啊 好,拜拜 是我同班同學忘了給他帖子 是嗎 是忘了還是故意的 什麼意思啊 你那麼多同學都記了 唯獨漏掉他 你怕他傷心啊 你 誰知道你在電話裡跟他說些什麼暗語啊 難怪啊 難怪啊 這一陣子每天都加班 你跟他難分難死啊 你啊 這隻是無理取鬧 無聊 燒燒 我切戒死掉 怎麼會咧 剛才 剛才在這邊脫上衣的時候 你會不會 掉在車上啊 不可能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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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還一直摸著呢 一定是滾到床底下去了嘛 奇怪 這車上的小孩還在 我會在大門口還是電梯裡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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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还没上来啊 自作自受 也许啊 她是故意说戒指掉了 找机会溜出去 我说的一点都不错 她就是故意的 难怪回来的路上 她一句话都不说 一直摸那只戒指 一定都是为了那个女人 在敬她们同学那桌酒的时候 她们两个的眼神就不对 对 就是那个女人 她还故作大方的介绍 叫什么静怡的 就是她 一定是她 一定是偷溜着出去见她 王大伟 太过分了 你去死啊 嗯 我什么都喝了 我时候就要去干个的 你怎么会被冒失 你为什么要去冒失 你怎么不能去冒失 你怎么要去冒失 你怎么会被冒失 你为什么要去冒失 你怎么会去冒失 你怎么可以冒失 你怎么会冒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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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還是被劫持,發生了什麼意外啊? 菩薩保佑,上帝,我也求你幫忙,讓他平平安安的回來 你也許是我錯怪他了,他雖然有些毛病,可是我知道他是個好人 謝謝,好點了沒? 好是好一點,可是整個人還是昏昏沉沉的,沒有精神 不要急,多休息兩天呢,就會好了 比這次突然昏倒,真的把我嚇死 幸虧呢,檢驗結果只是惡性貧血 醫生說只要多吃一點營養的食物,多休息一下就會好 以後啊,我會每天盯著你吃一些營養的食物啊 我不准你再吃這些沒有營養的零食 我會很嚴格地盯著你,你要聽話啊,乖 乖 David 會不會死啊 你會不會死 對吧 你會不會死 別動 廣東 我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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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死 你會死 你會死 我會死 你會死 這次 人死的时候 是不是就像这样 忽然 身边的人都离开了 就剩下自己一个人 在黑暗中摸索着 就像一个未知的地方 剩下你的孤独 那么的无助 而且是要有很大的 你们出版社 写了有关讨论死亡的书 你才会这么想 那些书都是活着的人 凭你想象写的 你怎么能相信 可是 我是真的很害怕 不要怕 无论你到哪里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你不是答應我 永遠要在我身邊的嗎 就算是我逼你結婚 那也是因為我真心的愛你 好吧 那我現在承認 這一切都是我設計的 Judy 這什麼意思嗎 不要在街上拉拉扯扯的不好看 Judy 你不把話說清楚就要跟我分手 我不甘心啊 你一定要告訴我為什麼 為什麼你心裡有數啊 Judy 你起碼應該告訴我 我真的不知道嗎 如果哪裡有錯你告訴我 我向你道歉好不好 Judy Judy 我是說真的 我不願意傷你啊 我也不想讓你難過 就算我對不起你好了 你沒有什麼地方對不起我嘛 你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不要再瞞我了 Judy 你不要再折磨我了好不好 好 我跟你說實話 可是 你不能怪我 只要你說的是實話 我絕對不怪你 那你也不能發火 我絕不發火 你不會的 我絕對我 明明 你不能怪我 你不能怪我 你不給他 札泉 你不怪我 我又是否 你不會怪我 你不怪我 你不怪我 我也是 在這段時間,他沒有交過任何的女朋友 他要我一定要嫁給他 如果漢城是你的話 你會不會感動啊 你相信他的話 你現在是不是已經決定要嫁給他了 才要跟我分手 我還在考慮啊 我想叫他兩條船嘛 你現在已經站站我這條船上了 他那條船早就出海,早就沉了嘛 我們這麼多年來的感情把它當成什麼呢 就算我不是博士好了 那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是滿街都是失業的博士 你如果已經決定嫁給他,OK 你去嫁給他好了,沒有什麼大不了 這是你說的 天啊 天啊 到時候還會說 沒有話題 我沒有想說 看他了 你看他 他只是約會 能說他 他是想說他 那時候 是他 他這麼多年了 你還說他 是你呀 你好久不見了 我們有多久沒見了 一、二、三、四 五年了耶 也五年沒見了耶 天啊 等上去見面是在 在來來飯店的同學會上 你不記得了 好久不見了 當然記得了 我結婚兩年多就離婚了 我還告訴他說離得更好 怕更自由嗎 不好意思,我先幫你介紹 這是我同學Judy Kevin,室內設計師 我先任的男朋友 你好 你怎麼穿這樣 在外面行逛 逛地牆啊 我剛才參加一個正式的宴會啦 剛才結束 然後經過這裡我就想 在這邊逛一逛啊 湊湊氣嘛 你去哪裡呢 回家吧 幹嘛那麼早回家 難得見面 一塊去吃宵夜好了 對啊對啊 反正我們那麼久沒見面了 一舉去吃宵夜嘛 你帥哥請個啊 走啊走啊 走啊 什麼啊 你結婚了 你怎麼都沒請我呢 什麼時候的事啊 最近 你這是什麼同學啊 你太不夠意思了吧 對了 你的新房裝潢好了沒有 如果你需要的話 這裡呢 有最棒的室內設計師 你看我對你多好 還幫你拉伸 還不趕快親吻一個 結婚幸福嗎 還好啦 當然囉 新婚嘛 好吧 只要你自己覺得幸福 那你就緊緊的抓住他吧 小心一點 千萬別讓他給跑了 你的意思 我是過來人 你們 我也知道我自己就是那種不適合結婚的人 你知道嗎 我真是不明白 到底是誰發明結婚這種制度的 兩個不同生活背景 不同家族 不同個性 完完全全不同的兩個人 在經過結婚這個儀式之後呢 就硬要限制在一個環境 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就要彼此富得 彼此信任一輩子 想想就有事 不斷 除了 這樣 你一定要沒有 我敢說 誰都沒有那麼大的信心 結婚 後世 帥哥,你同朋友的看法 英明 所以我們兩個才是最適合的一對 沒有負擔,沒有牽掛 絕對的自由,絕對的愛 我真是愛死你了 對不起,我要去噓噓 你覺得她怎麼樣 你做Ellen啊 很好啊,她很活潑,開朗,熱情 那缺點呢 缺點啊 缺點就是優點太多了 倒不是說她太喜歡招搖吧 你也這麼覺得 你不覺得嗎 她以前在班上就是這個樣子 每次去補習的時候都還要換一套衣服 連鞋子都會換 真的啊 她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她就很喜歡交有錢的男朋友 不過我們班上的同學都很羨慕她 因為她每天都有車子接送的 對 對不起 我不應該在背後說她壞話了 你說得很中肯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批評她的 這不算批評 我覺得 你應該知道的 我應該先認識你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早點認清她的真面目了 不對 我就可以先確認 你開玩笑的吧 我是認真啊 好啊 現在也不遲嘛 但是 她已經結婚了 結婚算什麼 不過是一個儀式罷了 那好 好什麼 我們趁她還沒回來的時候 趕快溜走 走吧 我去打個電話 她打電話給誰啊 不知道 不知道 喂 我現在跟朋友在外面啦 好啊 那我馬上回去了 你剛結婚啊 就算一般人一個人在外面問一問 一定有問題 搞不好拿出來 對不起啊 我要先回去了 我老公在家裡等我 你急什麼嘛 我們男的才見一次面 要不然把你老公約出來大家聚一聚 也可以介紹跟我們兩個認識啊 謝謝 呃 她已經睡了啦 明天早上啊 她還跟朋友約了去打高爾夫球呢 我要先走了 對不起啊 謝謝啊 Judy 有個電話啊 Judy 你的電話給我 這裡有紙筆 來 改天啊 我一定要見你一個老公 嗯 Ellen啊 嗯 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忘了帶皮包 你可不可以借我五百塊 我一定會還你的 好啊 沒問題 你等一下啊 謝謝啊 給我五百塊 陪她借 對啊 快點 謝謝啊 尷尬 見到你的 你在這個 進了 看一看 你照著 你照著 嘛 你就是 啊 你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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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照著 你照著 你忘了你在大姐家是怎么说的 我当着我大姐的面向你保证 结婚绝对不是儿戏 是承诺 是责任 是一辈子的互相扶持 你好了没啊 看你说的那么严肃 把Judy下来了 反而都不敢结婚了 其实以我过来人的身份来看呢 结婚是很自然的事啊 两个人有那个需要 有那个感觉 那就会结婚了 再自然不过了嘛 我认为 她只是连生的一个过程 不要把她想得那么浪漫 也没有必要把她看得那么恐怖 反正时候到了 缘分到了 该结婚就结婚 就这么简单呢 对啊 我就是认为 我们时候到了缘分也到了 你说是不是 那就结婚吧 不要再犹豫了 Judy啊 我以前有几个同学啊 他们本来早就该结婚了 可是当时就因为考虑多了 真一犹豫啊 到现在都还没有嫁出去 缴缴剪剪的 到最后呢 反而落得高不成低不就 他们现在可是嘴硬心理疾 听到没有 我大姐啊 不是在恐吓你 她是在拯救你 你还考虑什么呢 少够少赖 大姐啊 我不是不愿意跟她结婚了 可是 可是什么 你是怕你对她还不够了解呢 还是怕她结婚以后会变呢 其实你们交往也这么多年了 如果说对她了解还不够的话 那你实在也太高估我这个老弟了 对啊 我要是这么会演戏啊 我干脆赶上当演员嘛 说不定我早得金马奖了啊 你少臭美了 我这个老弟啊 我太了解他了 别的我不敢说 有一点呢 不敢跟你打包票 他这个人啊 就是里外一致 永远不会变的 不会变就是不会变嘛 刚才我大姐一太向你保证 你都不信 那我也没办法 你叫什么敢相信你啊 你刚才的太多 跟现在的太多 根本就是两个人嘛 不会变不会变相近啊 拜托 你讲不讲理啊 我现在变的只是我的情绪 不是我的本性 一个在老实可靠的人 他也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啊 就算是一颗石头 他经过几千年风吹雨打 他还是会变啊 可是他再怎么变 他还是一个石头 不会变成豆腐的啊 对 你呀 就是粪壳里面的石头 又臭又硬啊 死都不认错 好好好 好 我犯错 是我不对好不好 我不该有情绪 更不该惹你生气 嗯 少来 朱莉啊 你讲不讲理啊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嘛 我已经跟你道歉了 我一当着大姐的面 把话都说清楚 你还是要任性地跟我闹遍你 把我当成个屁嘛 我做什么都不对 我告诉你 一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好 如果你认为我是无力群啊 你觉得很委屈 你觉得你在勉强自己忍耐的话 那没有关系啊 你不要理我嘛 我们可以分手啊 你 我早就知道这是你最后的命令 从你告诉我那艘大船 回航的时候开始 你就很想说这句话 对不对 还说什么 不想脚踏了条船 Bullshit 你心根本早都已经跳到那条船上 David 不要再这样喊我 David这个名字不是狗的名字 你情绪好的时候 你寂寞的时候 你叫一声 他就会摇着尾巴过来 到你身边 让你摸摸他的头 让你抱抱他 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心烦的时候 你就一脚把它踢开 然后大吼一声 David 滚开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那我能怎么说呢 OK 就算我是一条狗好了 比急了也会狗急跳墙的时候 好 我现在就跳给你看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想嫁给那个博士 你就去当你的博士夫人 你去过那种有学问的生活 你每天就是吃学问 穿学问 睡学问 你以为你这样就会真的很有学问吗 狗屁啊 你还是你 你大不了只是一个博士老婆而已嘛 不会变成博士的 乌鸦还是乌鸦 绝对不会变成鳳凰 你太过分了 你过分 我不能过分吗 你现在可以一脚把我提胎 你现在可以一脚把我提胎 大不了我就去当个街头流浪狗 我告诉你 流浪狗过得更逍遥 更自在更有自尊 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反正 满街都是发情的母狗 满街都是发情的母狗 要是你不怕得爱这病的话 就是让流浪狗好了 流浪狗 好可怜 你知道吗 上次流浪狗之家 举办任养活动 我还特地跑去看了 里面有很多名贵的贵宾 马哈尔祭司 都好可爱 真搞不懂那些主人 怎么忍心把他们遗弃啊 我还特别任养一只呢 Judy 你对流浪狗有兴趣 去任养啊 还任养啊 他要变成流浪狗了 什么 你的狗丢了 什么时候掉的 没有啦 他自己跳墙跑掉了 哇塞 你的狗真神勇啊 你心不心疼啊 这都是命 人有人命 狗有狗命 喂 你等一下啊 小丽 电话 好 谢谢 喂 嗨 Jacky啊 好久不见啊 想死你了 你呀 真是自作自首 干嘛没事自作聪明的去设计他呢 没事找事 我是周 我也要想死你了 多么 对 因为 也能不想死你了 什么事 说 他人的本書 不是這個本書 你問什麼? 你問你問為什麼要是吧? 看別人問問一下 好像晚上沒睡覺, 精神那麼差啊 沒有啦, 我無感冒啦 不是吧, 你說你那口子出差 是不是想要想要失眠啦 才怪 真羨慕你們倆, 真情可貴 就...就...就怎麼樣 你忘了, 我也有壓力啊 誒, 丹敏 丹敏 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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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敏 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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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敏 丹敏, 我是曾經陳怡跟你道歉的嗎 我承認, 我承認這一切都是我設計的 你現在又想設計我什麼呢 是不是那個船又出港了 還是你常說當博士夫人的滋味覺得沒什麼意思 根本沒有那條船啊 也沒有什麼博士嘛 这一切都是我瞎编的啊 我只是想 想让我相信你的鬼话 对不起啊,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我,我愿意嫁给你啊 我不敢相信 我是说真的 我们不要再叠对叠了好不好 好,那我们先约法三章 第一呢,你要彻底改变你的坏脾气 你这样的坏脾气谁受得了 一天四季,轻视多余后阵雨 我又没有像你那么会演戏 我也没有要你演戏,我也不会演戏啊 好,就算是演戏好了 我听说呢,一个好演员 他会用自己的真正的情绪 真正的情感去诠释一个角色 当他切入一个角色的同时 他就彻底的改变自己的一切 是悲剧,是喜剧 都由那个角色自己造成 对不对 不错 不错 一直支持 这个故事 预备 开中心 一ió 还说你不会演气 你演得比所有的演员都好 真是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看到底谁会演呢 这么早起来 我怕你一早回来会负责啊 马上就好了 你看 这口包蛋煎成了混蛋 你不要吓我 你去洗个澡 换件衣服嘛 待会儿可以速度糊糊地吃个早点啊 好 你也不要这么费心了嘛 换件衣服我们出去吃 你现在还是新娘子啊 就因为我是新娘子 所以我才要亲手做给你吃啊 要不然老公伺候不好 把我修掉准备 怎么会呢 我谈你都来不及了 好啦 赶快去洗吧 早点冷的不好吃啊 好 老公 老公 对不起哦 这次把蛋煎破了 下次一定不会了 没关系啊 蛋破了还是蛋嘛 一样好吃 真的好吃吗 太棒了 我 我很抱歉啊 把戒指弄丢了 昨天晚上 谁也找不到也就算了 我知道 你也不是故意的嘛 当然啊 我发誓我绝对不是故意弄丢他的 该找地方我都找过了 后来 后来 在大门口碰到一个老朋友 他是个男的 我不骗你 他叫陈俊生 是我呢 毕业之后第一个工作的同事 他当时呢 是很关心的 帮我这个菜鸟很多忙 也教了我很多 你叫吗 我去拿胡椒粉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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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做了 做了 他必须要自助 他没想到 他要他太太做一些宵夜 还开着品酒 我还没喝两点去醉了 你从来 swa 宵夜 所以我早就只需要 好 走啊,不信啊 不信的話,你可以打電話去問 我還特別留個電話 別丟了,他是你的恩人 下次有機會請他到家裡來做做 好啊 這次我們到歐洲去蜜月旅行 在巴黎我想再買一副結婚戒指 巴黎設計是很好的 何必浪費呢,一定很貴的 再貴也要買,不然我心裡不安 好啊 難得你有這個心就好啦 我想 我不去歐洲了 為什麼 能省就省嘛 反正我們還年輕,有的是機會啊 為了結婚,成一個家 我們已經花了好多錢了 我覺得 我們應該省一點 省一點錢 萬一 為了我們的孩子 先做一些準備 對不對 我真是幸運啊 能娶到你這麼賢慧的太太 好啊 好啊 演戲誰不會演啊 可以自 겁니다 小姐呀!要去哪裡啊 幫我追前面那台車 快點 好啊,沒問題 前面車子坐的那個男人是你男朋友還是你老公啊 小姐啊,現在台北市啊,很流行玩這種把戲喔 有一次啊,我帶了一位太太啊,說叫我追她老公啊 一直追啊,追得很快啊,差一點還挖升車喔 結果啊,追到一家賓館的門口 我啊,你不知道喔,那位太太好厲害喔 一下車啊,就抓住那個女人的頭髮啊,狠狠的扁她一頓耶 結果啊,她的老公啊,就溜了 啊,這種的女人,心裡還沒膽子啊 趕著紅,趕著長啊 我要是啊,那位太太啊,我不扁那個女人啊 我也會狠狠扁自己的老公一頓 要不然啊,就這樣啦,爭一眼啊,逼一眼啊 幫她一碼算了啦 小姐啊,你不知道啊,我敢確定啊 現在啊,這個台北市啊,像這種女人啊,多多很多 真的啊 沒辦法啊,誰叫人家老公啊,有錢啊 現在啊,有錢人啊,人家要怎麼發就怎麼發 哪像我啊,娶一個老婆啊 就累了啊,兩天都發亂了喔 還有,還有錢去找你呢 小姐啊,他們車現在停在賓館呢 快快快,我們把車子騎到他們前面,快點 好,好 怎麼了,放他一碼啦 好,拜託一直走 拜託一直走 這樣也好啦,難了嘛 給他留給面子啊 有時候也會回頭的啦 說不定喔,他們會對你更好 這樣啊,兩個人生活在一起啊,才會長久啦 男人女人在一起 好像注定就有這些問題,這些煩惱 好,結婚真的這麼恐怖嗎 這才第一個晚上呀 也許,是我想的太多 疑心太重了 我現在在外面瞎逛,窮緊張 也許他已經找到了戒指 在床上睡大頭覺了 也可能發現我失蹤了 正在到處打電話找我 比我更急呢 正講,拜託 前面那個有電話的地方幫我停,好 好 訂我的頭兒 老大,那個人家 還在哪裡 全部都什麽 有意思 怎麼會不會了 那天啊 一些東西 不行 ta 幹什麼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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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電話啊 叫你接電話 我怎麼都不怪你了 好了 你这是干吗 为什么要受她的影响 真是婚了头了才会结婚 非要有她我才能过日子吗 从前没有她的时候 我的日子还不是照过 一个人生活也没什么不好 就像琳达一样 无牵无瓜 自由自在 难怪她连男朋友都不交一个 绝对的暴独身主义 我真是后悔 不听她的劝 虽然很多人都说 结婚是人生中必经的一个过程 尤其是女人 如果说你不结婚 不生小孩不当妈妈 好像就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女人 我不以为人 我不以为人 你好像不同意我的看法 可是觉得有一点不合 就是自然怀疑 自然只不过是一种习惯 你想想看 如果说女儿子一开始就没有子宫 不需要怀孕的话 如果有一天她突然怀孕 那才是天大的新闻 而且还违反自然 这什么歪理 这才不是歪理 搞不好再过几千年几百年 女人不需要怀孕生小孩 那是天经地义 再自然不够的事了 你不结婚抱独身主义 是不是因为 你曾经吃过男人的亏 上过男人的当 所以说呢 你排斥男人 你恨男人呢 很多人都这么想 别人不了解我也就算了 难道连你都不了解我 这二十几年来 我什么时候交过男朋友 怎么可能会吃他们的亏 上他们的当呢 好白说啊 如果我是为了你刚刚说的那个理由 而不结婚的话 那我承认我心里不正常 其实完全不是的 不直觉的 结婚会矮化我们女人 让我们感觉有依靠 让我们变得懒惰 明明有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自己做的 却都要推给男人做 那那种事 我们女人自己也能做吗 什么事啊 谁说床上的事啊 哎呀 谁说床上的事啊 小心一点 什么时代了 还不能公开说信呢 哎 其实你想自己做的话也可以啊 你们看到书票写的 真不论你 如果说 女人只是为了性而结婚的话 那真是一种悲哀耶 而且注定会失败的哦 你不会觉得我是个怪胎吧 你叫什么啊 神经病啊 你自己才是双料了 神经病加怪胎 现在还挺喜欢的 我为什么不结婚了 当人啦 我也不是要你跟我一样 只是 如果你想结婚的话 就要想清楚哦 嗯 你有这种想法 是不是受到 女性自觉运动的影响啊 女性再怎么自觉 还是女性啊 可是我不是 啊 你不承认你是女人啊 是男人啊 那我不就變成同性戀的湯包了嗎 應該算是中性吧 中性呢 算了 流行也好 去世也罷 一時之間很難把中性的前一後果跟你說清楚 你相信 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男女 只有中性的話 就天下太平 日子會更輕鬆愉快 走吧 走吧 你 今天不是 但是 怎麼會你一個人來 不說你們老位子 嗨,Michael 哈囉 再比天有沒有來過 沒有啊 哦,八成今天還沒喝夠是不是 今天喝的都是強 真沒意思 你等一下 好樣子 OK 恭喜啊 沒什麼好事 沒什麼好事 慢慢喝 待會兒你老公還來接你咧 OK 你坐一會啊 嗯 順便多幫我開一瓶 好 那我就不照顧你了 你忙 不是 然後要看一下 好 你是不是 記得我們前天後果來這裡多少次 我只記得 自從認識你之後 就再也沒去過別家打開了 你是不是覺得很不良 我觉得这家泡河 不应该叫非常口 应该改名叫中战 为什么 因为每次下了班 都是你接我去吃饭 然后我们去看电影 不然去宾馆 到最后一站 总是在这里混 不叫中战叫什么 有道理 到最后台北这些无聊男女 都挤在这里 就算到中战也不肯下车 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等于是慢性自杀 不对吗 我是真的累了 那我们也可以想个办法 自力救济 结婚呢 又来了 那会死得更快 拜托 你千万不要再提你 那个老处女同学谈什么中心 他根本就是无性 没有条件弹性 更不要弹去做的 来 我有没有 Complex 林奇 好 马上 快走 builds 人都是这样的 自己替自己找个理由 掩饰自卑为乎自尊 你少缺德奥 本来就是这样的 她说什么事情她都能自己做 就算她能自己做爱 那还是没有爱 她爱她自己了 那不是爱 那是自恋自私 可是 好啦 爱这个字已经让人们给谈烂了 还需要我们谈吗 最好不谈 但是现实一点来说 结婚还是有何处 你千万不要忘了 刚才才说过的话 你说来这边是浪费时间浪费钱 那如果我们结婚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自己的家 有共同的生活空间 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 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 不会寂寞也不会无聊 就算我想多喝点酒 你也不必担心我开车会出事啊 那个呢 才是彻底的放松啊 彻底的休息啊 多可爱 多愉快 我的家庭真可爱 春节美满又晚了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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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 好热 要不要再来一瓶啊 今天我会请客哦 不用 谢谢 来啊 拜拜 我请你叫辆车好不好 不用 这点啊 你就比我老门可爱 快快 啊 你上去哪绝 CMS 你说我今天刚结婚 iqu子 今天刚结婚 我接婚 我认了你啊 谁呀 谁要嫌的呀 你不肯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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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